好,那案771 案771 既然他是案765的接觸者 案765的接觸者 那765案就傳給了 原來知道已經傳給760 跟766吧 766 那這裡面 這位771也是被原來765 是一個接觸者 他是跟他接觸 那今年12月20日公佈的案子 765案 的友人 他是30多歲的女性 那由於案765在意料時表示 無法回想確確的活動史 且並未提及曾與個案771接觸 12月21日經警政單位調查 765的活動軌跡 發現765乘於12月7日到12日之間 與771密切的往來 故把他列作接觸者 那同日衛生單位安排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 為釐清765 外籍醫師與12月8日到12日之間的活動 史以接觸者 經衛生警政單位密切調查個案活動的 軌跡發現 個案於上述期間 曾有多處公共場所的活動史 所以要提醒 於這我們等一下在上面所寫的地方 出入的相關場所民眾 那請自主健康管理 那從那個時候到中間 到這個12月25日前 如果出現相關的症狀 應戴上口罩前往全國指定的社區採檢院所 盡醫師評估採檢 好 那我們再來講 接下來他的活動史 765案的在國內活動史 在12月8號 早上的11點半到中午12點半 在新光3月台北的天母店 12月10號 大家的18點半到17點半 就6點半到7點 晚上6點半到7點半 在遠東搜狗 台北天母店 12月11號 11點到12點 他是在好市多南坎店 所以大家就說在這樣的期限 有這段時間內 可能有到那個地方的 民眾請加強注意 然後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那如果在這段時間一直到12月25號 有出現任何發燒呼吸道症狀 嗅覺異常 等我們常常講的相關的症狀 或自己沒有辦法分清楚 那你請打1922 然後到指定的社區採檢院所 有醫師評估採檢 你有相關疑問 還是可以打1922來詢問 就在呼籲這三個時間點 曾經出入這三個地方的 那請自己加強自主 加強我們做好我們的自主健康管理